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雕刻着八个人物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神态各异 妙趣横生 他们似乎在风浪中 闲停信步 又好像在海面上 逐浪追波 这就是神话传说中 为中国民众 所熟悉的八仙 八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 八位神仙 他们身份各异 各怀绝技 铁拐礼 以乞丐面目出现 法宝是能救济众生的葫芦 汉中礼曾经是将军 具有起死回生法力的菩萨 是他的宝物 张国老是一位老者 法宝是能预知未来的鱼骨 吕洞宾的形象 更像中国古代的儒生 手持能降妖除魔的宝剑 和仙姑像是一位民间妇女 宝物是能修身养性的荷花 而蓝彩河的面目则是一个在街头卖艺的少年 以能够沟通天地的花篮为法器 年轻的韩香子是名门之后 手握可以滋生万物的洞销 而同样出身贵族的曹国舅 宝物则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云板 他们经常集体出现 因而被人们称作八仙 中国古代的神仙信仰 远远流长 从三千年前起 就不断有神仙的传说 在民众间流传 但严格说来 神和仙并未完全相同 一般认为 神高高在上 冥冥之中 与世隔绝 却能主宰万物 如西方神灵中的宙思等 而仙则是人经过修炼而成 没有摆脱肉体 往来与仙界人间 行如常人 而能长生不死 逍遥自在 且神通广大 仙是人经过修炼 可以达到的境界 而神却是人们 难以企及的 但老百姓通常不会对 神和仙这些概念 作严格区分 通称为神仙 中国本土宗教 道教就相信 世界中有很多神仙 而普通人 经过长期修炼 也可能登入仙境 成为神仙的一员 和西方国家的 仙天神灵不一样 中国人尊宠的神仙 很多是由凡人修炼而成 因此得道成仙 一直是中国很多修行者的 终极愿望 而众多的神仙 也成为民间传说的重要人物 八仙传说中的众多故事 大都与他们得道成仙有关 八仙中的汉中黎 是中国民众非常喜爱的一个人物 他心宽体盘 一副放浪形骇的形象 可是谁又能想到 他曾经竟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大疆域呢 相传 他本是两千年前 汉朝的一名著名武将 因为有一次打了败仗 被朝廷罢免 贬为庶民 由于看惯了人间的兵荒马乱 生离死别 汉中黎渐渐被世间产生厌恶 走向了归隐 最终在神仙启示下 女化成仙 而在道教中 这种帮助他人 最终得道成仙的行为 被称为点化 点化度化就是绑住你 弃死你 敬告你 用等动这么久 主要就是弃死 硬到让你 妥俗 离凡 能够成仙的一道 这个就叫点化 在一个人得到成仙的道路上 点化起到了催化作用 因此往往需要依靠神仙的帮助来完成 从汉中黎 点化吕洞宾的故事中 我们能看到 点化一个人绝非是简简单单的说教就能完成的 吕洞宾原本是唐朝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读书人的最终目的就是考取公民 成为官员 经国济民 可是在众多读书人中间 考中公民的人 毕竟是少数 余下的大部分人 就只能一年又一年地考下去 吕洞宾就是这样一个 考到六十四岁 都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 而只有进士才有资格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在当时的首都长安 心晦意冷的吕洞宾 独自一个人到城中心的酒室中喝闷酒 遇到一位先锋盗谷的道士 两个人便攀谈起来 这位道士就是已经呈现的汉中黎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碑叫 长安九四碑 这个碑记载是当年的唐朝 吕洞宾先生当年在这个地方 遇到后来他的师父 也就是汉中黎祖师的这样一个遇先碑 汉中黎表达了想带着吕洞宾云游四海的想法 但吕洞宾却犹豫不定没有作答 汉中黎看出他的心思也没有苦劝 只说煮一锅黄粮米饭一起来吃 汉中黎烧火做饭的时候 吕洞宾昏昏睡去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李栋宾高中壮远 走入仕途步步高升 最终成为宰相 事业成功 家庭美满 但是好景不长 权势显赫的他突然被判重罪 不仅超过了所有家产 而且妻子儿女也都离他而去 一场梦让他看透了事态炎凉 从梦中醒来后 汉中黎告诉吕洞宾 这个梦是为了启发他 运用仙法幻化而成的 吕洞宾也因此大彻大悟 得道成仙 那么黄良少尉叔一梦到华西 就是电话他通过神的这种 现的党性的功力的现现 让他做了这么个梦 让他这么破了他的功能力 所以他认识到 那么就是勇化三个梦 富贵草头说 八千故事正是因为写出来 人生的这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所以才得到老百姓的欢迎 所以他并不仅仅是因为 揭露了人生的幻灭 才被人们喜欢 恰恰是因为写了 人们生活中的丰富复杂 和人生的这种得失 人生的这种波乱起伏 所以才被老百姓喜欢 八仙故事的流传 源于八百多年前的宋代 当时经济发展 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复杂的社会分工 使得城市中形成了各个阶层 推动了城市市井文化的发展 这为八仙故事广为流传 创造了条件 人在农民文明下面的传说 它主体民族 主体民众 它就是一农民 当然还有一些手工业制 还有一些我们初步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城市里面的 市井阶层 这些不同的阶层当中 都在八仙传说的传播过程当中 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老百姓中信仰这个传说 结束这个传说以后 那么它会对它进行了改造 似乎每个人在八仙当中 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因为他们代表了市井生活中 身份各异 阶层不同的群体 八仙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成为众多故事中的主人公 所以是八仙的造成 就包括了各个界别 各个层次 不同的社会地位 不同的文化档次 不同的景气状况的人 作为神仙的八仙 在老百姓的传讲中 不仅各怀绝技 而且性格鲜明 那么八仙的表面上看来 它不像其他身那么伟严 古板 这个四季秦秦 它非常有活力 它表面上框放不举 和大众又打成一片 正因为八仙与百姓生活 非常贴近 民众也对他们更有兴趣 在传讲过程中 人们把自己的愿望 映射在他们的身上 因此 八仙在民间流传的 很多故事中 并不像很多神灵 高高在上 正经危坐 而是赋予人情化和趣味性 中国民间 一直有一句俗语 叫狗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 讲的就是八仙中 吕洞宾与朋友之间的 一系列误会的故事 狗咬是一个人名 他跟吕洞宾是好朋友 但是在年少的时候 狗咬家境非常的贫穷 于是吕洞宾就资助他学业 后来在狗咬17岁的时候 狗咬的家人呢 给他成了一门亲 这时 吕洞宾提出来要求 说你成亲之前 要让我先入洞房三天 狗咬虽不情愿 可是吕洞宾是有恩于他的 无奈只有答应了 这样结婚三天之后 狗咬才见到新娘 却发觉 新娘子盖头还没有接下来 而新娘也埋怨狗咬 对他毫无兴趣 三天都只在登下苦度 狗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吕洞宾在提醒自己 希望在他即将进京赶考之际 不要因为新婚荒废了学业 从此狗咬还是更加的发愤读书了 后来果然就考取了公民 在京城做了大官 然后几年以后 吕洞宾的家里突然遭遇了火灾 家里所有的房产全都坏为灰烬了 这时候吕洞宾的妻子就提醒他 你可以到京城找你的兄弟狗咬 请他对我们进行一下资助 吕洞宾静睛见到狗咬 告诉他自己的遭遇 狗咬却只是与吕洞宾叙旧 只字不提要帮助吕洞宾渡过难关 在狗咬家住了多日之后 吕洞宾觉得自讨无趣 就辞行狗咬回到家中 一到家却发现家里高搭临棚 令吕洞宾非常惊讶 他的妻子见到他以后 非常的惊讶 就说你是人是鬼啊 怎么回事 说你进京以后 狗咬来了一封信 说你在京城突然得了重病 报病去世了 我们正在给你举行葬礼呢 然后还送来了一口棺材 吕洞宾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随手就捡起一把大斧头 然后把棺材给劈开了 结果一劈开材质 棺材里边呢 全部都是金银财宝 洒落了下来 里边呢 还有这样一张纸 上面写着一首诗 说狗咬不是父亲郎 鹿宋金银加盖房 你让我漆手空房 我让你漆枯断肠 来自民间的传说 常常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 传说张国老本来是和吕洞宾同时代的一个普通村民 一次牵着驴子走到一个寺庙 突然发现大堂上煮着一锅美味佳肴 看看四下无人就偷偷给吃掉了 哪知这是一个道士求来的得道成仙的仙药 当道士怒气冲冲找他算账时 张国老赶紧跳上毛驴逃之夭夭 但是他在情急之下坐反了方向 就这样张国老糊里糊涂地缠了仙 也从此在民众心中留下了一幅道齐毛驴的形象 在人们饶有性贝地讲述八仙故事的时候 总是把他们当作自己身边的普通人来看待 从这些故事中 人们在八仙身上看到的是人情世故 世间百态 老百姓接受以后就会逐渐地把他们人化 而且人性化 人格化 世俗世俗化 甚至或者生活化 把它变成是一个又具有神仙的特点 同时又具有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特点 八仙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 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除暴安良 浮危济困的精神 相传在以前的西安 井水都是又苦又闲 直到韩湘子来到西安 才施展法术 将苦水变成了甜水 韩湘子 解决着老百姓的饮水问题 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那么也就是最基本的问题上 它代表着最广大群众感到的利益 所以这就是成神的成相之道 那么老百姓先人就会重养它 敬佩它 纪念它 供奉它 那么就是老百姓先人的身相 八位仙人最终走到一己 形成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人间做着成恶扬善 解危济困的好事 它们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为人们排忧解难 而在问题解决之后 又总是飘然先去 在彭莱水城的镇阳门外 原来呢有一条护城河 所以百姓往来水城 商家运输货物非常的不方便 传说当年八仙岸来到了水城边 铁拐里用拐杖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 一座石桥就凌空飞驾 汉钟离用大扑扇一挥 石桥就稳稳地落到了护城河上 这时候张国老说 桥好不好还要经我的试探材质 他倒骑着毛驴从桥上走过 只见石桥昆然不动 桥上却留下了一串国老稻鳍的脚印 蓬莱的百姓为了感谢八仙的恩德 将这座桥就命名为银仙桥 八仙的传说流传于中国各地 但真正人尽皆知的故事就是八仙过海 这也是有关八仙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 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庞莱 坐落在渤海与黄海的交界处 这里烟波浩渺 石油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观 独特的环境风貌 使其成为中国神仙传说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三千年前 就有关于蓬莱的神仙传说 有人说在蓬莱以东的海面上 有三座仙道 分别叫蓬莱 方丈 迎州 后来在人们的传讲中 蓬莱仙境更是被描述的出神入化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家苏东坡 在蓬莱就以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的诗句 表达了自己对神仙的向往 八仙也自然与成为仙境代名词的蓬莱 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神话中 所有神仙的最高主宰是玉皇大帝 他的妻子王母娘娘 每年的寿臣 是天庭里面最为隆重的庆祝活动之一 每当王母娘娘的寿旦之日 来自各方的神仙都要前来祝活 当然八仙也不能缺席这场宴会 他们相约来到蓬莱海边 共同去天庭祝寿 而上天祝寿的第一步 就是要跨过眼前的茫茫大海 八个人物也是身从广大的 他们只说广大的 第一他们入海的时候就很了不起 每个人把自己他的法器 他们手中的那个法器 愣到海底 铁拐里把自己的拐杖向海中一抛 踩着拐杖向大海拾去 汉中里坐着蒲扇 吕洞兵踩着宝剑 张国老盗齐毛驴 韩香子横站动销 和仙姑盛着莲花 曹国舅踏着云板 香继驶向大海 最后蓝彩河也把花篮变成一条船 跳上去紧随其后 在海面上 八仙形成了一支队伍 浩浩荡荡行进着 那么每一个人 他渡海所想出的办法 他所用的智慧 都构成了整个大故事的一个分支 就使得这个分支有分有合 既有它的每个仙人渡河的特殊性 同时又有整体上 又构成一个群体 八仙在海面上嬉闹 引起了水下世界的注意 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它们 这就是东海龙王 中国古代仙民认为 世界是由大海所包围着的 分为四海 东海龙王敖广是东海的最高统治者 而且是其他海龙王的大哥 是最具权威的一位龙王 他住在海底的龙宫之中 众多虾兵蟹将听命于他 拥有无数的奇珍异宝 在中国许多的神话传说中 龙王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常常是以贪婪与残暴的面貌 出现的 水下就是个很凶恶的地方 要出海是一个非常凶恶的 是一个破浪滔天的 是一个甚至一个险徒 一个凶途 那么说要达到我们的目的 必须跟海洋做斗争 要跟风浪做斗争 而这个风浪的主使者 那就是龙王 所以龙王不可能是一个善 这一次贪得无厌的东海龙王 又看上了八仙手中的宝贝 他看到蓝彩河落在了后面 即刻命令自己的儿子 去把蓝彩河的花篮抢来 龙王的三太子浮出海面 不由分说就与蓝彩河争抢花篮 在扭打中 三太子仗着人多势众 干脆将蓝彩河抓了起来 押到龙宫 正在信头上的其他仙人 突然发现蓝彩河不见了 四处寻找 仍然不见踪影 吕洞宾料定 是龙王在从中作怪 就下海与龙王理论 不想龙王不但不放人 还恶语相向 挑起了一场争斗 八仙为了夺回蓝彩河的宝物 就此与龙王集团 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一场协战 打了不开脚 东海龙王打不过八仙 又成了其他的三个海 南海不过海 四海龙王 下兵线这样一次来打 八仙首战告捷 占据了龙宫 找到了蓝彩河的花篮 这时东海龙王带着他的三个弟弟 气势汹汹杀了回来 他们将东海的海水倒灌入龙宫 想把八仙活活淹死在龙宫里 幸亏曹国舅的避水腰带起了作用 八仙这才死里逃生 八仙也不会善罢甘休 一起将泰山抬起来 誓要将东海填平 这个时候玉皇大帝看不下去了 贺主双方并出面调停 使故事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八仙与东海龙王最终重归于好 各持宝物 兴波逐浪 遨游而去 八仙过海割鞋心痛 但是它的核心是通舟共治 这个通舟共治 就是一个和谐贪定 八仙过海的故事 是中国民众想象力的结晶 它不仅有磐礴的渡海画卷 而且有辉煌的战争场面 有着丰富多彩的浩瀚图景 而这个关于大海跌宕起伏的故事 能在民众中间久久流传 不能不说是源于中华民族 对于海洋的向往 八仙的传说过海的这一段故事 展现得非常丰富 除了这个主体的内容 就我们对海洋的认识 对海洋的征服 对海洋的掌握这一面以外 它体现了人 就是神仙和人 以八仙为代表的这些 他们政府自然的本事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 关于海洋的传说并不显见 但是却没有一个故事 能像八仙过海一样 强烈地彰显出 人类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愿望 而八仙这个神仙群体 就这样成为中国文化中间 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 他们成恶扬善 匡扶正义的故事 一直在中国民众的口耳相传中 广泛流传 在这个过程中 八仙已经成为 中国文化中一个吉祥象征 在中国民众的思想中 八仙代表着祥瑞 代表着喜庆 中国古代很多的建筑商 随处可以看见八仙的影子 而中国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也都不遗余力塑造着 八仙的可爱形象 就连他们手中的法器 也成为中国老百姓 所喜爱的图案 在社会生活中 就是能够 极贫拔库 借位揪空的人 就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神象 我们过去供奉的心呢 它是被勃免难 接受一门的朝拜 一门只有拜它 才有灵气 而八仙是 它拥护在我们大众之中 它和大众是打出一片 你不用挑它 只有你需要 救护救难 它就来了 所以说八仙已经 化成一种整形 它无处不在 所以说呢 这个八仙呢 它就是一个 这个和谐 和谐的一个理想化现 八仙所代表的 就是中国文化中 那种和而不同的精神 而八仙的传说 正是中国民众 千百年来 追求幸福 与和谐愿望的 结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